陈宗燕在担任台南市政府新闻处长的期间 喝花酒的事件现在持续的延烧 整个案件会不会重伤赖清德呢 因为赖清德在担任的党主席之后 上任之后每隔一个礼拜在中职会 就提出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 一个呢就是重整党纪要斩断黑金 还有就是严审学伦 但是这对赖清德来说 陈宗燕的案子就是一个重伤他的本命区 台南的部分真实的民意到底是什么呢 好我们看到前立委李俊一就说了 在台南呢其实对于陈宗燕的案子 讨练也非常的热烈 当地的舆论偏向什么呢 偏向说认为这个案子就是冲着赖清德而来的 如果呢成案属实的话 当然就应该是要离开政坛 好金周刊呢也报道说 因为当时的检查高层不满 时任台南市长的赖清德 他批评的南检对李全教议长的会选案放水 所以现在呢有意要借着 侦办陈宗燕的案子 让赖清德来难看 好但是呢我们来看到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苏贞昌他竟然表态了 就在礼拜天的时候 他适时的表态挺赖清德 好所以让这个陈宗燕的案子 是不是会跌停板呢 是也替党内初选来泄压 但是在党内现在有一个茶壶里的风暴来 正在滚烧当中 为什么呢 好我们要看到呢 因为赖清德他斩断黑金 他重整党纪 结果断了谁呢 断了就是黄成国的路 因为呢黄成国在这个小英之友会呢 是一个重要的庄角 而且他跟公要的关系也非常的好 当初呢 蔡英文在选总统的时候 黄成国可是帮助了不少 现在呢你赖清德把他个未来呢 斩断了黑金 斩断了这个党纪整个的重整之后 黄成国会不会生气呢 还会挺赖清德吗 所以呢赖清德是不是要另起炉灶呢 现在传出赖清德要另起炉灶来占英系 赖清德呢 这个纠结了这个宜兰帮还有老兄弟 这项是新潮流系的 现在这些重要的干部呢 要重新结合起来 而且在民间也开始有支持者呢 成立了信赖台湾愿景协会 所以看起来是不是赖清德要另起炉灶来占英系的呢 好我们就看到呢 整个这个陈忠燕的案子呢 检察官当时在分案的时候 调查不了了之 儿时任台南地检署检察长沸玲玲 多次被点名是有吃案 而且他是后来发了声明否认 不过呢国民党立委王宏威李德维 呼吁说这个法务部一定是要给一个交代的 不然这个事件会持续的延烧 陈忠燕自己对外表示说 他从来没有受到传讯 所以这个案子结案的过程呢 其实真的非常蹊跷 也就是说情节这么重大 尤其在监听议文里面都已经提到 就是说确实业者请求他帮忙 然后呢他甚至也跟业者用一些通关密语 那个其实涉嫌这个接受信招待的情节是非常重大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都可以完全不被传续 就直接的签结结案 这里面当然是有吃案的问题 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 法务部一定要给外界一个交代 那特别也很起人疑斗的是 这两天大家特别提到的 就是当年的这个台南地检署的检察长费玲玲 他也出面喊冤切割 他说不是他签结结案的 所以这代表就是现在的这个高检的这个 就高雄高分检的检察长费玲玲也不愿意去背这个黑锅 所以到底是谁签结结案 到底谁吃案 法务部一定要给一个交代 应该对这个事件来做彻底的清查 否则我想就已经有相关的议文以及监听的资料 但是却看到南检连高高举起都没有就轻轻的放下 我想这一件事情现在披露出来的确已经从陈忠燕本人涉及相关的案件 又牵扯到相关的公务机关 尤其是检察机关 我想我也呼吁法务部在这个部分必须做出自清的一个动作 否则接下来要烧的部分就是南检跟法务部了 前新政院发言人陈宗燕呢 11年前接受了新招待 外界瞩目这个案情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不过现在却传出来是因为呢南检在报复 所以才会让这一窗的就案再次的浮出台面 而对此呢台南市议员林燕助不以为然 他认为说这是民进党的内斗 而且直言时任台南市长的赖清德就是幕后的黑手 他呼吁台南市政府要清查 有哪一些的官员也曾经接受过性招待 陈宗燕呢被接受性招待 今日又牵扯到说南检呢在报复 我觉得这很鬼扯 你一个被接受性招待的为什么是南检在报复 那怎么会牵扯到说南检在报复你们呢 我觉得说是你们民进党自己在斗争 你们两派的派系在斗争 然后怎么会牵扯到说南检是在报复你们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鬼扯 李全教的事件 当时我们得知到是你赖清德一定要分局 当时候的分局一定要把李全教不管是用什么方式 用栽赃的也好用什么方式也好 一定要抓到李全教的把笔 11年的案件 陈宗燕的案件 当时最清楚的是你赖清德 为什么没办 没办幕后的黑手是谁 大家很清楚就是你赖清德 高分解你们都已经在侦查了嘛 那在这个侦查当中 到底当时为什么会没办 没办幕后的黑手 然后为什么南检没办 应该是查这一块才是正确的吧 你陈宗燕是官员 你官员要求你要被接受性招待 这是违法的 所以呢我想不是为了某些案件 然后你跟那个业者认识 然后就要求业者就要对你那个性招待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台南市政府 到底应该做一个清查 到底有多少官员 或者是底下的这一些局处的 有被接受性招待 应该都挖出来吧 陈宗燕的事件持续的发烧 但是这次蛮罕见的是 为什么民进党内没有人挺陈宗燕呢 现在难道是为了台南的市长选举 提前在发烧吗 时事评论员杨献宏就说了 其实陈宗燕很久以前就脱离了 赖清德的团队 现在呢把陈宗燕归为是 赖清德的人马是有人刻意在弄 应该呢是跟下一届的台南市长选举有关 现在提前在发烧 但是呢非常这个让人觉得 也实在是太这个尴尬的事 因为呢时事评论员张宇轩 挖出了2013年4月28号这个新闻 当时呢时任台南市民政局长的陈宗燕 他邀请大家来加入什么呢 加入这个幸福家庭的一走游行行列 他的口号是什么呢 是要守真立约 珍爱家庭 高雄标志呢还秀出了男人不外遇 不花心 不嫖妓 但是呢对照一下两天之后 他今天听一文内容呢 就是陈宗燕要求安排 要这个勾三秀六 接受性招待的日子 所以呢非常的讽刺 网友呢就留言说 以后他们在游行什么 就是他们最缺的 好男人是工作 召集财势生活 很多的网友呢 还有这样的评论 不过看到呢陈宗燕呢 这个涉嫌了性招待的丑闻 外界除了谣传是司法体系的内斗之外 就是见指副总统赖清德 在地这个前议员谢龙姐也分析说 其实赖清德2024问鼎大卫 近期射出了三支箭 是不是呢 有踩到了总统蔡英文的红线 从这个监听英文的流出等等 种种迹象看来 这就是民进党的内斗了 到酒店消费的事情 当年我是听到赖市长有严厉的 有几个人训斥 当这件事情发生以后 我们就在看 清德兄当年你的训斥告诫 那就表示你已经知道 那你是知道多少 有人说 哎呀那2015年还是国民党执政啊 好像就是影射 那会把手伸进去是国民党 马英九就是因为 本于不对政敌做政治征法 所以所有系统完全没有把手伸入到这个司法里面 马英九就是禁锁分计啊 所以你们今天用数码交集心 哎 你们会投资 你就当做白人跟你们同样都会投资 我认为说查清楚嘛 但是清德兄你要登大位 你今天要跟大家说清楚 到底你一阵知道是知道到什么程度嘛 因为今天他要攻顶 未来的路不会好走 本来民进党就是会斗争嘛 那显然从这些迹象看来 不会是国民党丢出来的嘛 到底什么要跟你害 我们不知道啊 没有起诉 那这些公文书只有在司法单位的内部才拿得到 所以今天为什么这些司法的内部公文书会被投出来 叫六千块困三千 他也不说国民党做的 谁经手了这一些资料 然后最后丢给媒体的是谁 然后给这个立法委员的是谁 赖主席设了三支反黑金的箭 那箭子谁我们不知道 今天为什么人家会箭子赖清德 你剩钱人出境会不会是跟你箭子 而同时有关系 你踩到了蔡总统的红线 那这个你们派系之间的斗争 我一路我认为赖清德在民进党里面 算比较优质 整个事件看起来是对陈总言 确实我们能理解到在政坛之内讨论 就是案子赖清德 前行政院长苏贞昌突然表态力挺赖清德选2024 时事评论员谢寒斌认为 苏贞昌就是想要保住目前台面上的苏系子弟兵 一方面告诉赖清德说我有提你哦 一方面是要让英系知道自己还有力量 但不论如何 谢寒斌认为赖清德接下去可能麻烦大了 因为陈总言的案子曝光之后 后面可能不是只有监梯一文 这个表老人手中或许还有照片跟影片 而是赖清德现在因为陈总言这个事情之后 他恐怕会遇到大麻烦 因为看起来不是这个事情不是指到陈总言为止 因为你要知道陈总言当时出这个事的11年前 赖清德本身是市长 所以赖清德跟这件事情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吗 你到底知不知道陈总言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知道到什么程度 所以你自己本身有没有涉案都是个问题 民进党跟光电产业到底是什么关系 你们到底有多少派系牵涉入光电这个大饼里头 那我觉得这个未来恐怕很多东西会一个一个曝光 因为我个人认为既然爆料的已经出手之后 而且他打得非常精准 他时间点抓得这么刚好 就是目的就是要这样弄 我不认为只有这么一个陈总言就算了 我认为还要有其他的东西 那苏贞昌本身也是看准了这个时机 故意讲这个话 一副表示我好像在支持赖清德 可是苏贞昌这个老狐狸 其实我觉得他就是看到赖清德现在受到挤压 受到挤压的时候赖清德现在需要援军 苏细其实本身的实力并不强 那只是苏贞昌他现在跳出来 一方面是告诉赖清德我有挺你 所以我留在政府里头这些人 你不要杀得太难看 还是要让他留在这边 让我苏细保留一股力量 对你是有好处 另外一方面其实苏贞昌反过来是在代价而沽 一方面告诉大家我还没有死 我还在这里 你们不要把我忽略 另外一方面告诉英系说我还是有力量的 如果你如果把我弄毛了 你对我太狠的话 我就会跟赖清德合起来弄你们 他就是一个老狐狸 他想尽办法都要拿到最多的好处 我觉得这就是苏贞昌现在正在干你的事情 那至于赖清德我觉得他现在头上没在胸 因为他自己心里头应该非常非常清楚弄他人是谁 然后对方手上还有多少料 不要忘记了 根据很多媒体目前得到的消息 恐怕不是单纯只有这个议文而已 恐怕还有影片还有其他一些东西 那甚至是只有陈忠燕的吗 你想想看这个人中间抓得如此的精准 而且关系搞得如此的清晰 是只有到陈忠燕这边就停止了吗 还是有更向上的层级 我看赖清德自己要去想一想 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你们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 CTI 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